这个女性的话题 我觉得就是我最检讨到灵魂深处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开头 莫过于我作为一个直男主持人 对这个女性观众的这个忏悔告解 开始是因为什么呢 就说是这个而且我要帮我的这个老朋友 就是我闯了嘴祸 我要给人家澄清 就是咱们有一个朋友大画家刘丹 这个六十多岁 头发花白 我非常尊敬她 而且她是在我们这个圈里 以这个妇女之友 不是这话说有点毛病 以尊敬妇女著称的这么一位画家 结果咱们这圆州派第一季的时候 你记得吗 有一集我讲一个段子 我就说这个刘丹老师 他在美国生活多年 他给我讲过一个英文的笑话 就是说男的不怕老 女的也不怕老 然后就是说呢 你不是男的有个著名影星叫 Sean Connery Sean Connery 然后男的说 我们老了可以像Sean Connery 然后女的说呢 女的老了也像Sean Connery 然后播出之后 那天这个刘丹碰见我 这刘丹这么绅士的人 额头上青筋暴露 说哎呀呀文章 你那个圆桌派可把我给害惨了 说你那个节目有国际影响啊 他英国的朋友 打电话给他 因为刘丹老师啊 平常是 相反是他教我 他说中国的男人呢 不懂得欣赏 钟老年女士的美 是 他说 我什么时候给你讲过这个笑话 说说我英国的女士朋友说 说刘丹先生 我们想不到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笑话 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他说你一定要帮我成情 那结果这笑话谁给你讲的 不是你告诉他的吗 这对比较像是我的范儿 对对对对 但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最后想想 可能是有一个在外留学背景的 没准就是闻到的是吧 后来 但这实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残酷真相 就是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 她就丧失她的性别属性了 她就只是一个人而不再是一个女人了 说出直男说出你真实想法 你觉得是这样吗 你懂得欣赏中老年婚女的美 因为我见过很多好几位年纪很大的女性 是让人觉得非常仰慕的 就她的整个气质 你不会觉得她不像 当然不会很夸张地表现出某种的年轻女孩的那种女性的性征 但是问题是她整个气质是完全到了另一个层次 我觉得跟老男人的美是不一样的 很美 郭美你怕老吗 怕 怕死了 我从18岁就特别怕老了 那我18岁的时候就觉得30岁的女人好好好 是不是快死了 不是快死 我就那时候就觉得30岁是阿姨了 等到自己30岁的时候就觉得30岁还是挺好的 然后又开始恐惧40岁 然后到了40岁的时候还是觉得 其实原来40岁的这个光环跟光彩 是你20岁跟30岁的时候你想象不到的 就觉得原来40岁可以这么棒 然后当然40岁还是非常恐惧50岁 所以我觉得你就一路走来 你就把那个日子过精彩了 但是我还是很害怕60岁 别怕 但是我相信我应该不会变Sean Connery 对吧 有刘丹老师照着 刘丹老师后来跟我讲 他说那些英国女士们跟我讲的恰恰不是这个笑话 他说你根本就跟我学错了 他讲的跟你讲的正相反 他说他这些英美女士当时跟他讲的是什么 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希望像伊丽莎白泰勒 你知道那个影星吗 好了我影星伊丽莎白泰勒 伊丽莎白泰勒八任丈夫 这个瞎话多是 然后就是说我们老了也希望活得像伊丽莎白泰勒 极情燃烧的岁月 但是刘老确实是非常真实的 即使是理性告诉自己每个年纪有每个年纪的光彩 还是会害怕 我前几天就是去按摩的时候 然后那个按摩的小弟弟就问我多大 我说八九年的他说哇一点都看不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 保养的真好就还是这个心态好挺重要的吧 然后就我是第一次觉得八九年已经是一个就是保养的好的一个年纪 34岁是老来得资 但我们杂志社就是你的老朋友 风星成老师 你就让我们整个杂志就是一个直男癌的一个气场 然后反正形容30多岁 就是这个老娘们就算了吧 就已经是这样 然后这些女性也默默地承受了那个 在我们杂志社里面承受了这种性别侮辱和相貌侮辱 所以就我觉得非常痛苦 对啊所以可见就是 他也没有反思 所以整个社会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一个男性话语在主导的社会 而且我觉得中国其实是退步 怎么说 你刚才说进步嘛这几年 也许这几年某些方面有好转 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中国从解放后到现在 这个女性权利其实是退步的 就因为成几何时就革命时期的中国的男女平等 在国际上是有名的 你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法国一些女性学者要专门来中国考察 就说中国女人太牛了 你看跟男人穿一样的衣服 一样的裤子都是蓝色的 在工厂里面干一样的事 中国女人果然能顶半边天 就那个时候是这么讲的 但你不觉得那是畸形的吗 那是畸形 那真的是不是要男女平等 那叫男女一样 你走到街上你分不出男女 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女性迅速被物化 被变成一个男人的欲望对象 这个潮流恰恰说明之前那个平等可能也不是多么的真平等 但是呢我还看到另一面 就是方舟的这一面啊 就是女孩觉得相貌越来越重要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女孩长得漂亮 或者是人们对相貌的真实反应没有必要让她成为一个房间里面的大象 大家都能看到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和一个不好看的女孩的差别待遇 但是大家都为了这个这个政治正确不说 我觉得这是没必要的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其实这两年越来越觉得就是美还真的是一种刚需 就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的人身上就是传奇 难看的人就是遭遇 所以就是特别是因为我写东西嘛 然后我觉得发现你看到就是所谓历史上的这些才女啊 或者是被当做名女人的 就还都真的是长得好看的女性 就是因为她们的我觉得就因为长得好看 那她获得的这个机会 在这个男权社会获得的机会也更多 那她的这个故事也更多 那她本人的传奇性就是给她的作品加了分 所以就是美的人确实比较容易活成传奇 你为什么不觉得那是一个total package 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你之所以你现在我们不只您道姓说哪位才女 但是你不觉得那些才女 如果她没有那些才的话 你不会真心觉得她这么的漂亮 但所以就是在同等的才华的条件下 就是美女确实在比如说同样的这个社交场合 同样的才华 那这美女她获得的机会获得的 比如说你比如说林慧英太太的客厅 那这个男性愿意跟她交往 男性愿意去这个增长她的这个见识 和拓关她的视野 在整个社会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所以她就是比难看的女性获得的机会越多 然后也更可能成为一个传奇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社会 这么公然的我们去用容貌外形去议论这个事 并且以这个东西为评判一个人的基本标准的话 我觉得这就现在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你比如说就拿我们这个节目来讲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做谈话节目这么多年 文涛 我们找男嘉宾上来的时候 极少看到底下的留言会议论 哎呀这个男的长成这样 还找他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一请到女嘉宾 大家是肆无忌惮的 从头到尾的点评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真的觉得今天有些东西 可能真没有太大进步 好像前阵子是不是有个北京的一个大学教授 北外的 北外的教授说这个看招学生啊招女学生啊 第一看胸第二看脸第三看屁股第四看腿 说后两项呢进门出门的时候就看完了 剩下两项就是坐在这之后主要考察前两项 当然这个教授可能被处理了啊被处理 但是哎底下的留言也有人说呀 说你怎么一不留神把真话给说了 就是就等于啊 哎人你不能不承认是有这个动物性的 就即便你不说碰见一女的好看 哎文道你说你碰见一女就方舟 美女你看见她 你愣憋着假装没看见是吧 不谈她的相貌 当然当然不是这样 而是说 我知道很多人就会替他替刚才举那个例子辩护 说他说只是大胆说出了真相 而他自己也是这么提自己辩护 但是坦白讲 你说真相不代表永远都是对的 就等于说我老爱举个例子 我看到个漂亮姑娘 我们的欲望起来了 那然后你走上一个时候 对我现在想 你看你漂亮 神父欲望 我要强奸你或怎么样 这样子说你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很真实的真话 但是问题是我们会觉得那人跟禽兽还有多少分别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说太在乎这个容貌 就形成现在女孩的危机感 一般到三十岁 据说有一个紧张期 就说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那么怕自己人老猪黄 可是你从咱刚才我就说这位画家 刘丹老师说这个 他你看就是说 在我眼里 他就真能觉得我能欣赏中年女性的美 我一开始绝了他妆呢 但是后来我去趟巴黎 我也发现了 这个巴黎老太太是漂亮 人家呢也没放弃是吧 打扮的都特有 我一直记得这个一个巴黎老太太 跟我这个回眸一笑 你记得吗 就是我有次 我第一次去巴黎就看呆了 一个老太太穿的 那叫一个帅呀跟广美似的 咔咔咔过来 而且你说他这个风情 他注意到一个小伙子 我一直这么看着他 结果呢 他非常有意思 经过我之后啊 老太太跟我调把琴 你知道吧 就是有点这意思 我就这个 这一个眼神 不是 我给你 以后你就开始注意老年妇女了 我给你看照片 他们在巴黎街头说 有几个老太太的照片 你看看 是不是有范儿 所以说你人家老了 怎么看不出这种危急感 一样在街上这么美 所以就是还是不能自己放弃自己的这个性别特征 我觉得中国有一点的这个教育 就我小孩受到的教育会觉得这个老 不就觉得小孩爱漂亮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女孩不能觉得自己长得好 她或者她太在乎这 比如刚刚我录节目之前我就问你 就我美吗 就不是说这个要表扬 是因为我真的丧失了这个判断标准 因为小时候就觉得爱漂亮是不好的事 然后老了之后也是强迫老太太放弃她的这个性别追求 不能穿太花哨的 不能穿太红的太怎么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 就在小孩和老年都强迫她放弃自己的性别特征 中国好像我觉得还不只是要女人放弃这方面 男人也很放弃 你不觉得中国的男人一大半的自暴自弃 怎么处于那种状态 就是一辈子都在放弃 就一辈子都在放弃 你比如说我们男的很多时候你见到那个男的是 从小就被要求就是一个男的太在乎外表 或怎么样就很娘们 然后到现在我们社会上成功人士典范站出来呢 就是你觉得外形上面总还是可以有很大改进空间 就不只是只身材而且衣着各方面是不是 就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整个社会好像都没有这些要求 我觉得就是我刚认识文道的时候 大概是二十不是十几年前了 二十年前刚认识文道的时候 他就是完全放弃的那种 就穿一老头衫啊就排了 我说见过难干的没见过这么难干的 还上电视 结果后来发现内秀 但是近些年我发现文道收拾的越来越有款 这就说明你也重视外貌 对啊 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不是 然后说有一句话叫做 比如说有人问一些人为什么中年之后开始打礼节 就是说这个你可能会答一句话 有一句这么一个讲法叫 too old to be casual 就是你已经年纪大到不能够在随便 比如说穿踢身那样的一个地步了 其实你说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觉得那些人好像对自己是放弃了 其实有没有想到更恐怖的一件事情 他其实对自己并没有放弃 他觉得那样就帅的是吧 他很努力用他的审美去觉得说我要把我自己穿的特别的那个就一出来的时候就跌破所有人的隐形眼镜 我觉得真的可能比放弃自我更恐怖吧 你说的这个地方 我还可以给你看一个 看一个朋友的这个照片 但是这个照片主要是为了这个回应一下观众需求 我是多么全心全意 对吧 就是我们在就是那个说吧文涛那个微博上不是要做这个女生派吗 就问大家就关于女性问题 大家都关心什么呀 好家伙就是770条见言 都非常重要 比如说讲代孕的问题 讲这个女性的产嫁的问题 工作中遇到的性骚扰问题都非常重要 但是呢始终有一条永远给顶在第一的位置上 你猜竟然是什么 是什么 务必深度剖析你对于飞红的感情 所以我说 你是完全被揭发了是不是 我先看 你看余老师 我觉得你看余老师这样子人家都这样子对你了 对啊你可千万别辜负他我真觉得他挺好 不是对啊 为什么不是他被辜负了 不是他被辜负了 对对对对 其实对象是他余老师辜负他 对啊 以余老师的性格 当然我跟人家余飞红老师我是高山仰指指于至善 见着他我就跟把自己善了一样 所以这就是余老师教育多年 我想他大家对他的称呼叫什么呢 叫动灵美人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当时我就想 我想假如说咱就说再过一百年 当这个余老师脸上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 我就要跟他说你终于解冻了 真是春暖花开啊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大家赞美余老师说他他比我也就小几岁吧 就是说动灵美人 这意思是动在了一个年轻时候的年龄上 也没有是动动在年轻时候的 他也不是有做这个18岁20岁的打扮 就是动在他应有的年纪吧我觉得 你就是说现在大家一说就是说 四十多岁的看着还能像三十岁一样的 这个容貌保养的好 这实际上骨子里还是说年轻漂亮才是美 你说我揭发这灵魂深处这个对不对 就是骨子里大家对美啊 还是觉得年轻漂亮为美 你就是老了也是说 所以我这几年我才发现文道 什么时候你老了就是说人家一见面就是说 文道不是文道你一点都没变呢 真好别人这么夸你的时候 这个话我听了三十年了 所以你就说而且你就感觉到这个 方舟你在我们里边算最年轻的了 但是也快三十了呀 你也被人这么说过吗 就说你没想到你还保养的这么好 就你刚才说过一次 但是是我自己不太适应自己变老这件事 因为我说我也就是童星嘛 然后呢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有脸说 心里面把自己当童星 对我心里也把自己当童星 然后我又说我的整个青春期是在不允许 看自己长得好不好看 我小时候有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 是个童年阴影 就是当我自己刚开始发育的时候 就我觉得我这身体出现 你什么时候发育的? 我大概十二三岁 就身体开始出现女性 你晚两年我十四岁 你们不比这个 不比这个 然后我这个就是就把自己脱光了 然后就站在那个 就站在镜子面前 因为我就是要 别那么激动 不要那么激动 因为我就是对自己的 到底这个身体是什么样 因为那已经出现这个女性的特征 然后就就就很好奇嘛 然后我然后我我我妈 然后就就大喊一瞬 那干什么? 该下来 然后你知道整个人就摔下来 就是因为就是在父母的这个概念里 觉得我不应该看自己 到底长得好不好看 所以我的整个少女妻 是在这个整个审美被被屏蔽掉了 然后直到二十岁左右 才有人开始管我叫美女作家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长相 而且就是青春期在我身体里复活了 我就现在这个少女心越来越久 就是迟来十几年的青春期 所以现在这个 然后那我真觉得你还真是某一种类型 我就是少女期在看什么米兰昆德拉尼采 然后现在在看这个 现在看怎么化美貌 那你是跟现在的很多女孩子也不一样 你这个当然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就闻到说 那个男女都穿一样衣服的时候 你知道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改革开放之后啊 这个拍的一个电影就是人性开始慢慢复苏 就有一个镜头 那个时候有个影星叫张鱼 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电影 这个胸部啊 我们班很多女同学后来就跟我说 明明这胸长得非常这个瓷 我不知道该不能随便形容瓷是 或者说胸长得非常好 拿着个绷带啊 勒得一定要把胸抹平 直到今天很多就说这个跟我同龄的知识女性 我有时候经常校正她们的身姿 我说你怎么老这么带着 是吧 那你胸形非常好看的 他们就往往说 说小时候觉得有胸的时候自卑 在班里就老扣扣着扣扣着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今天呢完全是另一个极端了 我就觉得今天的 有点过早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性别 就说小女孩啊 你不要说咱叫整容 咱就说这个 甚至我再给你看一组 就是说周星驰的电影 他们讲这个星女郎 三代的变迁 你能看出一点变化 这个里面并不光是就说女性被歧视 反而是女性自主性啊 那种个性慢慢在突出 你可以看到审美的变化 你看据说早年的星女郎 像邱淑珍啊张敏啊 他是这种啊 苏兄半露啊 那个性感撩人啊 是这么一个范 就后来到了另一个阶段呢 你看就是张伯芝和朱茵 这是属于比较可爱 俏丽 对吧 这样的一种范 然后你看到了最新 到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星女郎变成黄胜一 林允 你注意林允啊 林允这种脸 现在被称为说最时髦的 比网红脸更近一步 什么 叫处女脸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你看有人就这批的啊 这批的啊 就是说假如林允的脸变成这样的话 就叫网红脸 但是事实上林允的这种脸 现在就叫处女脸 你不就其实处女脸这个名字 我觉得取得太好了 就恰恰代表了男人浅唱那种处女情历节 就总觉得一个女的是应该 是等待她启蒙 各方面启蒙 她是未经人事 不懂事事 什么东西都有待她来教导 就是养成戏的这种感觉 对 但实际会不会是男性的自卑呢 她觉得这处女未经事事可控 对 所以她好欺负嘛 就比如说你可能你也是个不怎么样的 但你遇上一个小女孩 你觉得特别好骗吗 这叫做 就是你有常识会为这个男男 比如说前男友或者是这个伴侣 而改变自己的这个一些相貌上的打扮 比如对方喜欢萝莉型的 你就少女一点 会有这样的经历吗 其实那个 因为这次我们在选题的时候 不是丢了好多题目出来吗 我真的是第一次为了文涛的节目 我还得上网去找一些什么关键字 然后查一些东西 然后去看很多人的评论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看到一个女性 我打了四个女性崛起 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是说想讨论这样的题目 后来呢 原来女性崛起真的是有一个TED的一个演讲 而且讲的特别的棒 我觉得说内容很棒之外呢 下面的那些评论跟留言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就好多的这个可能应该真的是直男癌 他们写的是说女性崛什么起 你看看现在整容这么流行 女生各种的化妆 疯狂的爱买保养品化妆品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要讨好男人吗 这怎么还能说女性崛起 这分明就是女性的堕落跟衰落 我不晓得 你是真心这么觉得吗 就像你问我的问题 我会不会为了男人去优化自己的外表 或者是改变一种风格 根据他的审美 你觉得就是好像有一个女学者叫刘渝吧 我那天还看着她讲写那么一句话 她说这个每当我想为自己的这个24岁到31岁 很多人都说这段青春过去了之后应该是唏嘘可惜 她说每当我想做这种感叹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纯粹是为了满足男性审美观而来的感叹 所以我就一点也不可惜了 不过我不觉得一个女人打扮或者说是美容 做任何事情就只是为了讨好男性 女性也可以为了讨好女性来做这件事 或者我讨好她自己 刚才那个讲法后面还假设一种异性念观点 就我见过很多同性伴侣 他们都长得很漂亮 他们会为对方打扮 那么更重要的是女性可以为自己 你说我接应你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我跟广美曾经专门讨论过 因为我自己并不喜欢女性浓妆艳抹 同时我得到数据很多调查发现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男性 你调查她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或者她喜欢素颜 喜欢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太太素颜 是真素颜还是素颜妆 这个是有区别的 还是画得像素颜一样 素颜妆 其实是素颜妆 这个点是素颜妆 对所以那天我就问广美 我说我们并不喜欢这样 为什么那么多女的那把自己画成那样呢 所以我就说其实 可是素颜妆比较难画 我就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其实女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真心不是为了要讨好男人的 这两个当然两个问题 男人是喜欢素颜妆 不是喜欢素颜 为什么 因为我老公也老跟我讲 能不化妆吗 你画的妆跟鬼一样 你不化妆 他真的是 你老公得到这来揪斗 他真的这么跟我讲 他跟我讲说 你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化妆 你穿T恤牛仔裤多好看 我现在想那天我分明是化了妆的 但是那个因为工作了一整天 妆基本已经差不多掉光 也都吸收的差不多 就是也差不多是真面目 但是还是有妆 是一个素颜妆 我后来跟你讲 这个男的他会被那个化的特厌宅的吸引 并不见得说明他对他有益 他当然了视觉上很夸张 就多看两眼 对 真的就是这样 就等于你看那些圆猴谁的屁股又红又大 你也多看他两眼 你这个你这个你也别说 不是就看到夸张的东西吗 你说我们的脸化的就是像猿猴的 以动物来讲 最值得揪斗的是这个 整天装成一副尊重女性的人 但是动物就是这样 所有动物比如说孔雀 或者说 也是屁股 也不是屁股 也不是孔雀屁股 就是猴子屁股 一切动物的他的主要宣示外形 都是起到这个作用 但我觉得人跟动物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就是动物他原来直到现在 他整个演化过程里面 所有的那种夸张的外形 要引人注意里面 最关键的是性吸引力 但是只有人类呢 慢慢慢慢演化出一个状态 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年纪大的人 或者一些已经结婚感情很稳定的人 男的也好女的也好 他讲究自己外形或怎么样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太有觉得 要再去勾三搭四 把一群的雄性或者雌性引过来那个状态 他真的就是因为他觉得对自己 要有一种特别的要求 他对审美有一些特别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人最特别的状态 其实要说人性 我觉得最说到底啊 人都是艺术家 作品就是他自己 但是呢你的作品 就说活出你的 活出你的漂亮对吧 但你的漂亮有你的三观在里头 是啊 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 我觉得像一个老农民一样的范儿 特别酷 那就是他把自己塑造成这样 这就是他的作品 这是体现了他的审美 所以现在很多问题是太一样了 说实在的 就说这个很多女孩子 比如说这个什么脸呢 整的都太像了 或者说这个审美啊 太集中于十七八岁了 就说只有这样的才叫 那是那是你集中罢了 对 你怎么把我心事都说过来 那是被拿 我不晓得我比较宿命一点 我很赞同刚才文道说的 真的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在内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的长相 我比较宿命 我觉得除了你是你前世的福报之外 还有你这世的修行 你今生的修行加你前世的福报 造就出你一整个人的外形跟面貌 但是你十几岁二十岁三十岁 你一路这么修过来 其实你的样子会一直改变 你的状态也一直在改变 你二十年前认识他的时候 他虽然那个时候也很丑 丑的没法看 但是你不觉得他越来越瘦了吗 对 所以说文道真正验证了那句话 修出来的 四十岁之后的相貌要自己负责 但我是觉得 我等我六十岁看看会怎么样 现在的年轻的小女生 年轻的小女生确实是我觉得 他们的审美就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就非常的单一嘛 那我觉得这个从三观上来看 我就经常说一个人如果不看书 他的价值观就只好由他的亲朋好友来决定 因为他没有别的这个输入的渠道 那我觉得女性的审美也一样 就你没有这个别的广泛的 比如说你说阅读啊 然后电影啊或者什么艺术的审美 你就是靠网上的这些网红来决定你的审美 所以我觉得就会出现哪些问题 就是那些女生就是一模一样 因为他接受的渠道非常单一 那我觉得这是媒体跟自媒体的问题 我身边有一排的锥子脸 我身边有很多很多很正常 有很圆润的 有很处女型的 什么样的都有 只是我觉得可能他们声音比较大 但是就说有一件事是不是跟男女平等没什么关系 就是说永远的女性的相貌在人们的心里就是比较重要 能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是啊 就是人首先是个美学动物嘛 然后才是一个动物 那男的呢 男人其实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但是社会集体放弃了的时候 没放弃啊 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都捡回来了 好像现在我们公司要是来一个小帅哥 这女同事们整天围着他 你这一切 但是我觉得男女还是有别的 我就说男女平等这个词太抽象了 其实我觉得你要让我说男女 就是男女他就是不一样 比如说那天我们就聊 说到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上 文道这你不能否认 就是说行为方式不太一样 比方说这个女的男的